大家好 幫幫彤彤看天下 我是彤彤 我是幫幫 告訴我們今天來談這個新冠問責法 這是美國的參議院提出來的一個新冠問責法 那它的內容是什麼呢 它說只要你不配合疫調 只要中國不配合疫情的調查 就可以用經濟制裁的方法來制裁它 那其實不只這樣子 美國我們談了很久了 其實我們節目最早談就是說 可以去怎麼樣查封它的財產 各種方法可以去查封中國的財產 然後怎麼樣去起訴它 是要用什麼樣的法條 甚至說美國只要自己取消 它有一個就是把別的國家的主權 不可以去追溯的 它是一個內國法 它只要把這個條文把它取消掉就好了 你就可以在美國本土去告這些國家 尤其是中國 一大堆資產在美國嘛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經濟制裁中國 然後美國現在有17週的這個檢查總長 簽署一個公開信 要求國會聽證 找出疫情的真相 然後對中國究責 對 所以這個這個也是說 你問著這個這個球場的前提 是要你調出調查出真相來對不對 他是不是移民疫情 這個這個病毒到底是外是不是外洩的 還是發生在花蘭這個這個海鮮市場 你將來怎麼防止不會再發生 所以這個調查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目前這個氛圍 中國是不讓你去調查的 所以他給 就這個法通過之後就授權給總統 你有權利用所有的經濟方法 來逼迫他接受調查 主要是在這邊 如果他要接受調查就沒事了 對不對 但是你不接受調查的話 就以現在授權總統 讓總統用他的權利 是不是可以凍結一些 中國的這個個人的財產 尤其是這些 這些八大家族的這些後代的財產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記不記得 其實之前那個 中國的這個發言人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他已經說過了 他說我們從1月3號就開始 就給美國這麼多的資料 給這麼多次 然後你們還要甩鉤 他說這個鍋太大了 我們不背 你們要背自己背 他沒有把真的 他沒有把真相告訴別人 你1月3號就告訴了 但是你1月3號大概也告訴了 WHO 但是你沒有把真相告訴人家 你還是在騙人家 你難道說你開記者會說 這個不是有限的 人傳人 你給美國的報告說不是 這個是人傳人嗎 不會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即使1月3號給的 你給的是假資訊 是 而且WHO它其實是一個很弱的一個機構 它只是有點像是所有的國家的鏡面的投射 所以你給WHO什麼訊息 WHO只好照樣說 因為他自己也沒有辦法派人去調查 因為他不允許他調查 所以現在這個法令很簡單 就是美國自己的內國法 它只要通過 它就是一個標準 就是你只要不讓我調查 那我就怎麼樣 我就給你經濟制裁 這很容易啊 對 就是讓總統去行使權力 就給他一個很大的權力 可以對付中國 對 就是不需要透過國會這些事情了 他就可以去裁他 所以這個應該有些壓力了 但是你還得看嗎 因為我覺得如果走到這個地步 中國可能會硬到底了 我不知道了 因為調查也是很難看 不調查也很難看 是一個主權的一個 好像是一個主權的這個面子問題 面子問題啊 面子問題 它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隱瞞 當然現在他也不肯說出來原因了 也許就是疏忽 也許認為這小事一莊 也許認為 一個壞的來講說 那就讓這些人出去 把全世界都攪和攪和 也許啊 這個獨裁的國家 很多事情都很難說的 但是這個調查 能不能都要說增下來 我不知道 那看起來 因為美國其實還是 很多台商到中國去 不管是直接製造 或是下單 這些做貿易的這些廠商 他們最大的痛苦就是 市場還是在美國 他們大部分人不是在做 中國的內地的市場 所以市場是在美國 而這場戰爭沒有停下來的樣子 對 金字台如果再下去 那不得了了 不 這個台商一定會 一定會 不出來也有 我覺得很多大概走不了了吧 已經都是這樣子 就是走也一無所有而走 大概走不了了 可能是這種情況了 但是 台商在中國已經 已經沒有路了 我基本上已經沒有路了 除非這些大的台商 像富士康這些大的 或者是這些 手機或者筆電 這些 還有一些廠商 他們是有規模的 他們還是可以測了 OK 好 那所以就這個 新冠問責法 我們會繼續關注 它的這個進度 然後再跟大家報告 姐戴的不是口罩 因為包覆姐的是 高科技遠紅外線專利機能部 一整天在遠紅外線持續的作用下 深入皮下組織 從內部活化細胞 在你看不到的時候 姐已經讓臉部肌膚 做了超棒的深層按摩 和無痛的醫美療程 靠近點 告訴你 姐戴的不是口罩 姐戴的是 滿滿的膠原蛋白 台灣魏字號製造優質產品 售價999元 請拨打客服專線 02-8791-9010 會用手機掃描QR Code 了解更詳細的產品資訊呦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